蓝苍江是我们西双百纳的母亲河 那么它流到了老窝 那么它是妹公河 那它同样也是老窝的母亲河 我们两国共饮一江水 同时我们两国的这个 尤其带族跟老窝的这个语言 也是非常相通的 实际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这是一程跨越山水的爱的接力 蓝苍江鼓鼓向南流的河水 带着这份爱 从西双百纳流向老窝的土地 挺好的 就这样了 它叫张琳 是西双百纳 歹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产科的骨干医生 不仅见证了无数中国孩子的诞生 也时常接诊 从老窝赶来西双百纳产检的 友谊男问题的孕妇 而前往老窝进行医疗援助的经历 让她印象尤为深刻 医院的医疗队到老窝去帮扶医疗的时候 那段经历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 当时也是跟随着医院的领队 就是一起去的 去了好几个科的医生 不同的专业 我们去的是老窝的那个波桥省医院 在就是老窝北部 就是不是很发达的那种 就是很需要我们的医疗帮扶 帮助他们做了一些 就是比较疑难的手术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有一天有一台抛工厂手术 我们进行到中间的时候 就突然出现停电的情况 但是就是整个局面 整个团队也是临危不乱的 就我们用一些应急的设备 一些应急的照明的设备 然后就是把这台手术 顺利的完成了 也是分娩了一个 就是健康的宝宝 宝宝的情况也很好 然后妈妈的情况也很好 大家都还是很开心 屏幕那一头的是张琳的老窝学生 为邻国老窝培养更多 这次产科医人员员是张琳的另一个愿望 而在西双版纳州医院的另一个科室 一场特殊的诊疗正在进行 他以前有没有什么病 以前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 高血压糖没有 他有通风这些 有通风是吧 好的 接电话的医生是西双版纳 带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副主任医师 王雅峰 电话的另一端 是远在老窝乌多姆赛省医院的唐有众医师 他因接诊的一名胸痛患者 病情复杂 无法定夺 便请王雅峰 给予远程援助 接听老窝医生求助电话 帮助老窝医生分析心电图 指导他们给患者用药 这些都是王雅峰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 自2018年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同老窝的三家医院 开通远程心电诊断平台以来 已经有3700多名老窝患者 通过这个平台 得到了及时科学的诊断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个15岁的一个小男孩 他在当地诊断的是一个登革热 那么这个登革热累积到了心脏 那我们这边就叫做病毒性的一个心肌炎 那当时患者是症状非常重 然后呢呼吸困难 然后呢心率加快 那这个时候当地的医生呢 就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送到了ICU 患者呢当时是上了一个呼吸机 然后呢在我们指导下 那么就当时就给他开具了一些药物 那么这些药物 跟我们国内的一些说法 或者是说一些常用的这些术语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通过一些翻译 然后呢通过微信的再传输 把图片里面的相应的药品 给他构化出来告诉他们用哪些药 那么这个患者就经过这么三天的这个积极的沟通 然后最后是转为伟案 远程心电诊断是中国与老挝在医疗合作上运用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老挝的医生将当地患者的医学影像报告等资料 传输给中国医生 中国的医生在会诊后 给远载老挝的医生提供治疗方案 让老挝患者不必跑到中国 就可以得到科学有效的治疗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去老挝的话 我觉得很想去关注一下以前我们救助过的病人 然后我们接生过的孩子 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也想了解一下老挝的历史啊文化啊传统啊 还有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然后跟我们一起共事同台的医生 护士和医务团队 想看看他们现在工作情况怎么样 生活情况怎么样 非常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